他说我通过领音找到了 但是也是不理他 那么以上两点 陆总的问题是 如何攻进去 第三点 一个merchandising的 manager 也是不理他 他也找不到他的电话 等等 这些的问题 真解到底在哪里 好 陆总我开始回答你的问题了 请你听好 我觉得说这些我们群里边的朋友 说不定也有类似的这种 尴尬的经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问一下陆总 因为我们这个腾讯会议 有个好处 我们可以实时的保持互动 陆总你觉得说 不管你联系 不管你联系 Big Lost Buyer 也许Rost Buyer 你觉得 你跟王斌也好 你跟华洪的 这个两个公司相比 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哪里可以胜得过他们 陆总你能告诉我吗 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是直播 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时间 你能告诉我 三言两语 告诉我 你觉得你哪里可以胜过 你的两大竞争对手 一个是王斌 一个是华洪 如果纯粹从相框来说 说实话 我不是胜过 而是落语 落语 华洪跟王斌 这就是我怀疑 也是这个 Hobby Lobby这个买手 可能不太愿意理我的原因 前两天呢 我还打电话给他 也打通了 结果呢 他 因为我当时跟他发了别的产品 他说我这个 他说我只是一个宽的买手 然后 我下来以后 第二天又发了另外一个 CNG那边一个工厂的产品 但是说实话 他还是没有理我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产品 不够新颖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 因为现在我算是个贸易公司嘛 那可能 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开发 与设计这个能力不足嘛 就是新品推广不足嘛 可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对 然后 陆总 因为我们时间原因 陆总 我们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 没办法 这个 继续往下 但是我是觉得说 你已经说到点子上了 坦率的来讲 给到我的第一感觉 直觉 因为你跟王斌也好 华洪也好 相比 你的优势 你的弱势 相对比较明显 是的 在你们那个地区 已经被王斌 华洪 占据了半笔江山 所以 说简单一点 Hobby Lobby的买手 如果要认你们这张义务 他肯定认的就是 以这两个公司为代表的 核心供应商 是的 我用一个英文告诉你 你拿出来的东西 跟王斌 跟华洪相比 站在我原来做买手的角度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 similarity 就 太过类似 这是你的最大最大的bug 也许你拿出来的东西 不比王斌的差 不比华洪的差 但是 你提供的东西 太类似了 你还记得前两天 你还发给过一个PPT 你还记得吗 这上面的东西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王斌 没有华洪 也许 你是首选 但是可惜 他们已经远远在你前面 已经打进了 这两个公司的 供应商体系了 所以你再打进去 你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 这就是你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好 我来回答你 为什么 你认识Hobby Lobby的买手 说不定在我们这个群里面 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 就是说我们的小伙伴 可能会认识因为某种原因 认识 这个客人的买手 但是为什么 既然认识了他还是不理你 我要告诉你 欧美的 尤其是一些大公司 买手也好 PM也好 他们公事公 私事私 公事分明 做非常非常 这个清晰 因此 你认识一个买手 看谁讲 除非你有非常了不得的产品 否则 也证明不了什么 那好 我就来回答 你最关心的问题 怎么破局 我给你一句话 你得要开辟一条别的风格的 油画 因为你拿出来东西 similarity太多 太类似的东西 那么好 我就直接跟你 给你两个 也许你会觉得说 比较有用的信息 一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了解 美国有一个零售商 叫Tuesday morning Tuesday morning 知道了 Tuesday morning的总裁跟副总裁 我也罚过有件 也是供不坚决 OK 也是有联系方式 我相信你 你在美国 大的一些客人当中 了解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 我要跟你讲 实实在在 我是说 你拿Tuesday morning的 catalog上面 或者他们的官网上面的东西 作为 你开篇 另外一个画风的 一个重要的参考 明白 明白 你拿Tuesday morning的类似东西 去攻 豪比辣米 去攻 Ross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介绍你一本北美的设计画册 你记一下 叫Art in Motion 知道知道 知道 把Art in Motion 作为你研发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 明白 最后 顾老师 顾老师不好意思 我找找一下 我想问一下 Art in Motion 现在是不是倒闭了 我感觉 你不管 你不管他倒闭不倒闭 因为 倒闭是他的一个 我们说的公司智力上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零售商 作为一个 一本这个设计画册 这个东西 依然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OK 就比如说 还有一个 你要说到倒闭 我再给你两家公司的名字 一家是P1 我相信你一定记住 好像也不行了 是的 但是我告诉你 它不行 是它经营上的问题 但是像这种的 知名度特别特别高的零售上 它一定在美国 有别的机构会收购它 所以作为我们来讲 你不要管它是不是倒闭 它一定会重新站起来 所以你就看 P1的官网 你就看P1的官网 还有一个BBB BBB经营也不行 也遇到问题了 但是它作为一个品牌 在市场上还会存在下去 所以我给到你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Tuesday morning 一个就是art in motion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 像当年 福州的供应商 我不知道这个群里面 有没有福州福建的 这个小伙伴 福建的供应商 当时他们就是靠着 一本art in motion 跟我做起了几千万 这个上亿美金的业务 靠的就这个东西 轰动了整个福州 非常成功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一直没有变 当然它的画 有些的我们做设计稿 已经改变了 但这份杂志 对我们来讲非常好 好吗 最后 最后 我再给你一个说法 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一个问题 在我们可以说 欧美 买手这个行当里面 大家对义乌这个名字 有一种抗拒 明白明白 这边我讲这句话 希望陆总不要介意 我知道我明白 我能理解 我是在商言商 所以你应该懂这个意思 因此说不定 你可能要改头换面 你把义乌这个地方 你把它挪掉 所以说 我想跟陆总 也有可能群里边的朋友 也有来自义乌的 我跟你们打个招呼 我个人 我发表 我顾老师 绝对没有瞧不起义乌的 供应商的意思 绝对绝对没有 我只是说 欧美的那些的客户 对来自义乌的工厂 义乌的外贸公司 除非刚才说的 像王斌 华红 非常了不起的 他们应该说 排在他们的这个 供应商的体系当中 但是其他的一般的 相对比较小的 名不见经传的义乌公司 他们可能会心理上 有那么一点的抵触 因此 如果在你的公司名当中 有义乌的 可以改个 而且尽量跟客人去联系的时候 少提壁乌 OK 关于路总的这个问题 解释完了 油在台面上 也有在台面底下 最后一个说法 关于义乌这一说法 就是台面底下的东西 好 路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想再问一下 就是你刚才讲到了 其实也可能是 我们整个中国供应商的问题 就是包括义乌这边 包括金华这里的 最大的问题 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油化设计这一块 几乎所有的企业 都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我有生产能力 但是我缺乏设计能力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 跟你同听话的时候 我说这就是一个 老师我供了三年 去年才供进去 但是供进去以后 这个买手一换 就是后续乏力了 就是像你说的 一个是没有想到 你刚才讲的 其他几个超市的 这个标杆去看 这是你刚才指点我的 另外一个原因 也确实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找不到一个 比较合适的 能够有设计能力的工厂 包括现款也好 包括油化也好 这是让我现在 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OK 陆总我告诉你 一个最大的一个bug 也是可以告诉你 行当这个行业里边的 一件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你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哪里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在王斌 不在华红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福建 福建我知道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在福建 所以你想 因为我很高兴 很欣赏我们的陆总 有这么多的人脉资源 如果你想要 用好这些资源 假如说你听我的 找到合适的工厂 配合你 我相信你这块的生意 一定会做起来 我预祝你成功 我很看好 因为你看 你有大公司 做高管的经历 你也有这么好的 客户资源 应该说客户的门 你基本上可以敲得开 可惜的是 你进到了这个门里边 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去 作为一个敲门砖 把客户 跟你供应商之间的 这个门真正打通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网络员当中 我们说最后一公里 需要在这个上面 你要去考虑 是的是 是的是 明白明白 因为是一个原因 那我们这个话 就说到这里 谢谢陆总 好的 谢谢福老师 我们线上的朋友 我们线上的朋友 这个回答 满意满意 非常好 非常好 OK 这个 Tuesday Morning Altim Motion 还有既然说到福州 说不定陆总 什么时候要去福州 看一看 其实 顾老师 我前段时间 已经跟两个老板 联系过 有一个呢 就是像你说的 来自于福州 他福州新游那边 有很多的油画设计师 当时呢 跟他谈了以后呢 他不愿意 记录外贸的行业 他现在在做内销 他不愿意记录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老板呢 他有深圳那边的 很多的画师 当时呢 他现在出了一台 那种所谓的 EOB打印的 油画打印机 他不愿意去做这种 就是 不是百分之百 手绘的那种油画 所以说 可能要再找新的 新的新的朋友 杜总 恕我直言 你不应该找这些人 恕我直言 你必须要找 这个行业里边 做的 就研发上能够 补到你这个缺的 这么一些的工厂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找这个 找那个 找准了 所以甚至 我 我一般来讲 你要做油画 我看都不会看的 因此 你要集中瞄准 你这家当地的 看看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福州 OK 你用好了福州 你挖去一下 哪些的工厂 现在还没有跟 大客人做起来的 应该说 这些的工厂还有 当然这个福州 包括这个福建的话 包括什么 福州 前州 等等 还有这个厦门 等等 这些地方 好吗 好 时间原因 我们就不展开了 第二个问题是 好的 谢谢 谢谢陆总 第二个问题是 谢谢顾老师 谢谢顾老师 谢谢你 第二个问题是 陈总的 Chris Chris在吗 应该在吧 Chris Hello 在吗 Chris 稍等 我要给他 这个 这个解除静音 OK 好 Chris 他自己 好的 OK 现在可以听见了 听见了 打开声音吗 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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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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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你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好 郭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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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Chris的这个问题 非常好 非常有代表性 大家听一听 他说 作为一个贸易公司 做PPT 向客户介绍时 应该着重 哪几点 是大客户看重的 我想先跟Chris来互动一下 好的 你在跟大客户介绍你们公司的时候 你着重介绍的是什么 能告诉我们吗 说句实话 我们还是着重介绍我们是一个工厂 因为都不敢介绍我们是一个贸易公司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装配厂 人不多 大概只有十几个工人做装配的 那么我们还是着重的只敢介绍我们是工厂 所以 但是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给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品牌商在供货 一直就没有敢去碰这些零售商 就是因为我一直心虚 一直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向他们介绍 因为这些大的这些零售商 我知道他们肯定要验场 那验场呢 那个一看你工人只有十几个工人 去做他们那么大的单子 可能他们也会认为不匹配 所以就是 那如果我要是说我是贸易公司的话呢 可能我可以 就是 可以说我有这样的供货能力 我懂你的意思了 那我想问 Quest是 你介绍你自己是一个工厂的时候 又是怎么介绍的 你从哪些方面 哪些的纬度来介绍你是工厂的 我们介绍工厂的时候 就我们是有一段视频的 大概四分钟的视频 所以你告诉我 用文字来 来 这个 陈总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你就用文字来告诉我们 你怎么介绍 你自己是一家工厂的 我们介绍工厂 介绍我们的地理位置 介绍离上海比较近交通 然后介绍了我们的ISO的管理系统 介绍了我们整个的从净料检验到成品出去的所有的各道的检验过程 出出我们的质量 然后介绍了我们跟哪一些品牌商进行合作 嗯 嗯 大概就是这些吧 当然还有一些团队的一些 一些团建的东西啊 嗯 你这样的介绍呢 有一小部分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但是说我之言会大部分的内容介绍跟其他公司其他供应商的介绍没有太多两样 所以这样的一份介绍应该来讲不太吸引人的眼眼球 嗯 是的 怎么介绍对这边我们有一个小伙伴说你要有体现你的difference差异性 那么好 我们就从外贸公司这个角度来讲 知道外贸公司跟工厂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换句话来讲工厂的一个痛点在哪里 其实大家在群里边的所有的小伙伴我们要消除一个误解 大客人不是不愿意跟外贸公司打交道 你们也现在有一个误区 大家都觉得说我把自己就define成一个工厂 那就最好了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并不是一个最佳答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你外贸公司跟工厂相比 那么工厂的痛点是什么 假如说我们的外贸公司能够解决工厂的特点 那这个痛点呈现在一个大客户面前 大客户不是不愿意接纳外贸公司的 好 大家来回答我 或者大家来想一想 工厂的痛点在哪里 工厂的痛点在哪里 工厂 我们觉得说现在中国的外贸工厂有一大波起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呢 我确切来讲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 是一个大一个趋势 但是当我们一个一个贸易公司跟工厂去真正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应该说可以看到一大多的工厂 跟我们想象中的工厂存有很大的区别 还是相对比较落后 怎么说 我们的工厂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customer's busines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market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句话说的是不了解客户的业务 比如我们客人说一个word 说一个单词 有些的外贸工厂连客人的语会都不了解 客人可能还要跟他解释一遍 每个客人的语会都不一样 前两天在群里边 我们有个小朋友 今天也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 比如说说到一个sms 我们跟中间商打交道的时候 中间商可能需要我们的工厂提供sms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sms吗 大家猜一猜 我们跟中间商打交道的时候 报价完了以后 我们要提供我们要提供sms 猜一猜什么叫做sms 因为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与会 但是大家看最后一个单 最后一个字母s 其实你猜得出这是什么东西吗 上下文的背景是 报价完了以后 所以后面一个s代表什么 猜一猜 能猜得出吗 能猜得出的话 哪一个小伙伴打字打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 其实我刚才说 我鼓励大家开你们的这个 卖 这样的话你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互动 大家知道sms 后面一个s是什么吗 报价完了以后应该是什么 有人说是specification 是什么 简单一点就是sample 样品 sms是什么 就是salesman sample 对不对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告诉你们是什么 我们有些工厂连客人的与会都不知道 累不累 客人肯定会很累 还有一个 客人有客人的业务模式的 像刚才陆总提到的 Hobby Lobby有Hobby Lobby的业务模式 Ross BigLoss 他们有他们的业务模式 BigLoss BigLoss跟Hobby Lobby 最大的区别是在什么 BigLoss和Ross 等等一大堆的我们说 正品廉价零售商 他们不分采购季节 其他所有的大部分的 大部分或者所有的零售商 一年只采购两季 但是BigLoss 一年没有受季节的影响 限制 只要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这个商品 在他们的零售店里面 卖到70% 如果在我们这个群里面 有人做正品廉价零售商的话 请大家记一记 这些信息你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只有我这边可以供给你 你们的产品在零售商里面 卖销售销到70%的时候 马上就要准备补货了 马上就要准备补货了 因为在这些的零售商里面 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销售情况 叫做什么 sell through sell 销售的这个 英文单词 through T-H-R-O-U-G-H 什么意思 卖的差不多要精光了 差不多要卖光了 所以在70%卖完以后 就要开始准备博货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 正品廉价零售商的一个六模式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坛的生意就很难做下去 一般工厂都不知道 那好 工厂还有个问题是什么 他们不太懂市场 什么竞争对手 什么市场信息 什么标杆客户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我们贸易公司 也许能够胜过工厂的 一些具体的方面 我们外贸公司懂了 当然有人说 我们外贸公司也不懂 那这就没办法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我 顾老师 对不对 今天我们为什么直线 这个叫什么呢 直播也就是理由所在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外贸公司绝对不是说 没有生存之力 有的 问题是在于 我们在哪里可以覆盖到 弥补到 工厂的这个痛点 如果说 我们跟客人说 所以如果说 我是你Chris的话 我就会 理直气壮 我就会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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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 这个 信息的 告诉给客人 We understand business We understand the market We do market research 我们是做市场调研 我们能够做市场调研 We always We are always ready to provide you with market information which you need 类似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你的话 来重新组织 这一段语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可以瞄准客户的痛点 瞄准客户的痛点 客户 坦税甲 他既怕工厂 我们说 既怕纯工厂 又怕纯贸易公司 所以 如果说 在线上 我们很多的供应商 你是纯工厂的话 或者 你是纯贸易公司的话 我们既不说纯工厂 也不说纯贸易公司 我们说自己是公贸易体 也许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 已经听了我 四段 这个短视频了 我在这里边 曾经有一个视频 当中介绍过 像Chris 你就可以 介绍 你自己是一个 manufacturing fan 换句话来讲 你是一个 制造型 供应商 制造型供应商 在客人的字典里面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有着出口经验 是一个生产型的 供应商 这就是我们说 manufacturing fan 在客人字典里面的 一个特有的解释 是不是 你这个时候 你介绍自己说 是一个manufacturing fan 是不是你第一机 体现了工厂的优势 又体现了贸易公司的优势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你可以介绍 我们是一个 design oriented 公司 design oriented design的后面 加一条中华线 后面是 O-R-I-E-N-T-E-D 如果说大家 不会拼的话 后面你们在群里面问我 我会拼给你们 我再重复一遍 叫design 后面叫中华线 O-R-I-E-N-T-E-D 非常好 是Sherry 非常谢谢Sherry 你帮我把字打出来了 特别好 我们是一个 design oriented 的company 也就是说 我们是特别注重 设计的这么一个公司 因为你要知道 一般的 大型的 中间商也好 批发 包括批发商 分校商 他们很多 是缺设计能力 哪怕他们有自己的设计师 但是也总希望我们供应商层面 也有设计师 这样的话 双方的设计师 可以碰撞住 超出他们意想的 设计理念 设计图稿 这些的设计 既包括工业设计 又包括平面设计 陈总理解吗 对我们也在那个视频里面 突出了是我们有工业设计 也有平面设计 我们给客户提供的service 是OEM和ODM的 我们也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说到OEM 我们在群里边的 今天的小伙伴 是不是你们介绍 自己公司的时候 特别会提到 我们能够做 custom 叫什么 production 有没有这样介绍 说 custom production 或者是 customized product 有没有供应商 介绍自己是这样子的 请告诉我 有介绍自己 是能够做 customized 或者custom product 请在群里面 投一 然后我马上 给到你答案 行 还是不行 谢谢 谢谢你们的坦率 谢谢你们的配合 我今天顾老师告诉你们 要说custom 既是好事 又是坏事 好事 如果说 跟你打交道的 这个客人 非常非常的高端 要求特别特别高 那在这个时候 你说custom 或者customized 是OK的 定制化 是OK的 但是 如果说 它是一个一般般的 它的要求 并没有像定制化的 这个客户 要求那么高 你非得要把自己 说成是一个 能够做定制化 你知道你意味着什么吗 在我们买手的字典里面 意味着说 你只能做OEM 换句话来讲 言外之意是什么 我们第三点刚才说到 是一个design oriented company 但是你接下来把自己介绍成 我能够做定制化的产品 对不起 我刚才说了 你马上给到我印象 你跟前面这句话叫 自向矛盾 知道不知道 所以说 不能随便讲定制化 很多的老板在我面前 很自豪的 很开心的告诉我 说布老师 我们是做定制化产品的 我一走进他们的工厂 我一走进他们的样品间 我没有看到他们的样品 非常非常的了不得 也就这么一些东西 你非得要把自己说成定制化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只能跟在客人的面后面 一步一期的往前走 换句话来讲 你缺少自己的研发能力 你只能做二次打压 就客人给到你什么东西 你一样化胡萝卜 是没错 是没问题的 但是研发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 请在座各位朋友 一定要知道 什么时候说定制化 什么时候不要说定制化 你在中国市场上面 很好理解 在中国市场上面 我们有些的 做这个服装的 说我们是做定制化的 那一般来讲都是什么 都是大牌 做一件定制的这个西装 不是我们外面的 两千三千的概念 我们做一件男式的西装 在这个群里面 女士们 如果为你们的老公 去做一件定制的西装 定制的西装 分分钟可能是要五六千 甚至于一万 甚至于更贵 这就是定制他的特质 对吧 非常非常的高端 不管从面量 从设计 但假设 我们不是那么很高端的情况底下 你非得要把自己说成定制 马上让客人连接到 也就是说 我客人提供给你样品 你就做二次打样 在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 你缺少研发的力 所以你跟第三点 我们介绍的说 Design Oriented Company 是不是正好抵消了 这就是适得其反 好 我们来说第四 怎么介绍外贸公司 刚才陈总说的有一点非常好 我们是有认证的 所以你可以说 We are certified certified 就是certificate的动词 We are certified with SGS 比如说这个UL 我们说做电器的 要有UL认证 这是美国的 美国的食品 或者跟这个视频打交道的 有些东西 我们要做FDA认证的 等等 对吧 但是要知道 你要说认证的认证的机构 一定要权威 你不要拿一些 我们说二流三流三流的认证公司 拿出来说 没用 还有什么 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quality system 所以客人 当看到你是贸易公司的时候 他非常迫切地想听到 你对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到底做得怎么样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管理 换句话来讲 你对你的上游工厂资源 到底控制到什么程度 如果 如果 因为我们刚才说 我们是一个manufacturing vendor 我们是一个制造型供应商 假如这个时候 你加上这么一句话 with vertical set up vertical 垂直的 垂直的 set up set up set up 非常好 夏瑞也太棒了 夏瑞真的非常感谢你 夏瑞打出来了 vertical set up 垂直寻企业 set up就是一个机构 我们说本来他的意思是建议 在这边的意思是机构 是单位 是企业 vertical set up 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一个垂直型企业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我们 如果说你是做家访的 做家访的意味着说 我们 上游企业当中 我们有沙场 我们有应燃场 你知道 这就是客人们最想最想看到的 是一个垂直型企业 垂直型的一个企业 我告诉你 分分钟客人 都会拥抱你那边去 所以 一定要抓住 我们的客人 我们的买手 最想听到的 一些的公司介绍 还有 刚才 亏是讲到有一个 刚才有个小伙伴 小伙伴说 说到的 说的就是我们 非常好 如果说 说的就是你们的话 注意把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东西 放到你的公司介绍当中去 这是要大大的 要渲染的一个东西 好 刚才 亏是还讲到了一个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我们 曾经出口过 给哪些哪些客人 非常好 但是 这里边 一定要注意介绍 哪些客人 放到你的PPT里边去 哪些也不要放 要放哪些客人 就是我在培训当中 上一次 我记得在4月28号 跟美老师连迈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个 比如 比如 我们说 美国来了一个 档次比较高的客人 但是 你把档次低的客人 跟他做了介绍 你觉得他会考虑你吗 No 绝对不会 因为 档次高的客人 马上一下子就有一个印象 你只能是做低端的客人 所以 介绍公司自己 介绍自己的客户 一定要 注意好 你一定要介绍什么 你一定要介绍 比 你目前遇到的这个新客人 高一个档次的 而曾经 你又跟这个高一个档次的客户 做过生意的 这些的客户 你要把它介绍出来 好 现在又冒出一个问题 你看 魁士是老板 陆总是老板 我相信我们这个群里面 也还有很多是老板 老板会说了 顾老师 你这样一说以后 好像是说 把我们公司的客户结构 暴露在这个新客人面前 是不是暴露了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有没有老板会有这样认为的 或者有没有我们的业务员 业务经 遇到过你们的老板 有这样说法 有这样说法 麻烦你们给我 客户给一 我看看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上面 对客户介绍 在这个环节当中 是不是还有bug 来 告诉我 有吗 好 我看到了 有些企业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有些老板就不介意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 这个不存在一个商业机密 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做家居的 你的家居的这些的商品 都可以在美国欧洲的零售市场 终端市场里面 找到你们商品的影子 所以这是机密吗 绝对不是机密 机密是在哪里 比如说价格 比如说你们的工艺设计 比如说你们的图案设计 这才是机密 所以如果光说一个产品 光说一个商品的话 不存在机密 好吗 小伙伴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理解 这是你们给到公司所做的一个 无形的 或者是一个免费的广告 所以应该要大大的宣传 公司在这块的一个 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面 好吗 所以这块上面 一定如果说有老板 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的话 要说服你们的老板 把这样的一个误区 把它要去除掉 好 作为外贸公司 还有什么特例 来 大家想一想看 围绕我们的陈总说 提出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 请大家及时广议 怎么体现我们外贸公司的特例 我讲了这么多了 还有什么吗 还有什么外贸公司 使得我们在客户面前能够脱颖而出的 还有什么吗 真实服务吧 我觉得value吧 就是外贸公司比较这个工厂能够给客户带去更多的价值吧 真实服务 我们客人不喜欢听这些笼统的冠面堂皇的话 你要讲这些东西的话 客人比我们讲的还要功 所以我们跟客人 我们在客人面前 一定要用客人最喜欢听的 直接能够说得出我们公司跟别的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光说added value 因为要解释added value 你要用长篇大论去解释 客人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不对 没有那么多时间 除非客人到我们的公司来拜访 除非客人跟我们有个视频会议 你才可能有时间跟他解释那么多 所以说简单一点 我们还有什么特点 来告诉我 其实顾老师 我还是很想向你学习一下 请教一下 您说的市场调查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学会了做市场调查 应该也是更好的能够脱颖而出的方法 好 那个陈总因为说市场调查 市场调研背景 这个调研什么的 这些我们到后面再讲 因为这个不是你这个问题里边 所谈到的 后面我有 所以我们现在就围绕你这个问题 我需要把这个问题 讲深讲透 否则的话 你讲不深讲透 还是留了一点尾巴的 来请大家围绕 Chris刚才所说的 怎么外贸公司能够拖延而出 来看看哪个小伙伴 还能够增加一些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要么就是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这个 刚才已经说过 这个角度能不能 刚才已经说过了 supply chain manager已经说过了 说过的东西不重复 还有什么 资源整合 有小伙伴谈到 We have a rich portfolio 这些portfolio 这个单词用的不错 但是portfolio 我们通常指的是什么 是客户 你可以举例 customer portfolio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我还服务美国 欧洲的哪些的大客户 这可以举例 我们现在要说具体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介绍公司的方法 一定要be detailed be specific 直接客人 想要听的那些东西 好 说不出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说三个F 我说三个F 大家记一下 We are fast 快速 意味着什么 快速反应 We are flexible Flexible 灵活变通的 We are focused Focused 聚焦 聚焦什么 聚焦重点客户 聚焦主营产品 比如说到 Flexible 哪些地方可以体现 我们的Flexible MOQ 对吧 起定量 可以灵活变通 还有什么灵活变通 焦期 对不对 客人说 我们一般来讲 焦期 比如说 60天 但是客人说 45天行不行 在比较急的情况下 也可以啊 是不是 等等 所以我给大家刚才说的三个F 很好记 Fast Flexible And Focused 客人很喜欢听一个能够聚焦的供应商 因为能够聚焦的供应商说明了什么 说明着你会做Prioritize这篇文章 什么叫做Prioritize 知道吗 Prioritize 我们说优先 换句话来讲 如果我们认为你眼前的这个客人是值得我们聚焦的 我们非常有可能把你这个客人放在我们Priority list当中 就优先级客户当中 这是客人 每个客人希望看到的 你把它优先了 意味着说你打样优先了 保驾 保驾优先了 生产优先了 什么什么都优先了 对不对 这是客人最想看到的 好 我想作为外卯公司 如果说你从这些层面去介绍自己 那对不对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说这样讲 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 是不是认同 非常好 因为我们是腾讯会员 所以大家可以尽客 完全可以发言的 你们可以讲 打开你们的这个面 但是我觉得那个 在价格的问题上 外贸公司很难跟一些那种 大的工厂 它自己也有外贸的这些工厂进行竞争 即使是我们找了一些小一点的工厂 但是 尤其是在争大客户的时候 一直处于劣势 而且buyer 他也是很注重 看这个价格的 好 关于这个价格问题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到 所以这边不展开了 价格问题也有破解的方法 所以尽情 会尽其你的期待 好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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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 在这一块如果说 大家觉得OK了 我们就进到下一个话 这个问题了 有人说第四个F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 就是三个F 三个F 当然第四个F 有没有第五个F 有没有 说不定有 你来告诉我 如果说你觉得有第四个 第五个F 你告诉我吧 我觉得OK的话 也可以放进去 但是我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要说三个F吗 学英语的人都知道 我们一般来讲 讲一个并列的东西 我们是三个词 放在一块 而不是四个词 也不是五个词 OK 这是欧美人的表达习惯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讲究 这是欧美人的语言习惯 OK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道道 好了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 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好 我们抓紧时间 我觉得说后面 还是有很多的精彩的 第三个 我们的柔艺 柔艺 非常beautiful的一个女士 这个打开视频了 主义你能告诉我 你是哪里的企业 做什么的 打开麦 我是来 郭老师好 我是来自厦门这边的工厂 然后是做按摩器的 OK 现在你们是工厂还是公司 外卖公司 工厂 对 也是公贸一体 公贸一体 你们的volume有多少 不太多 大概去年就做两个亿左右吧 哇 两个亿还不太多 我们的柔艺真低调 很谦虚 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别的行业的 他们有些都做几十个亿 我们两个亿就是特别的那个 不值得一体那种感觉 因为工厂有大概300号人的规模 哇 所以你们的生产规模 而且是我们说这个生产空间有多大 从理论上来讲还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其实现在今年这个比较淡先不说 如果是往年的话 我们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 但是现在就是公司在扩大买地盖厂房 要再扩大规模 如果是现在这个状况 订单会比较平常忘记的时候订单特别满 然后交期就老是延误 比较很累业务做的 理解 好 柔艺的问题是能否讲解一下 有关客人备调的方式方法 备调 我对客人的行业标杆客人竞争对手 客人的客人都不知道怎么去查 柔艺听好了 我专门为你这个问题备了很多课 昨天我都已经备好了 今天下午又重新备了一下 挺好 好 关于备调 我们备调的路径在哪里 我相信刚才Chris也提到了关于备调的问题 听好了 关于备调的路径在哪里 一 客户的官网 百度 小满 我这边专门提了一个小满 我们的核总是小满专家 如果说小满的使用上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尽管在我们这次视频以后可以问我们的核总 第二 被调的内容是什么 可以被调 可以看客人的历史年限 可以看他的发展史 可以看他的市场规模 所以我把这三个连在一起 历史年限 发展史 市场规模 怎么来理解这三个东西 历史年限 比如说这个客人已经有 一二十年的历史 一二十年的沉淀下来 在欧美市场不错了 他的发展史 比如说他的创始人 一个founder 怎么从公司 怎么把公司从零开始建起来 说不定这时候有个founders story 创始人的故事 在他的官网上面可以修 这个能看到修出来 这种公司 有历史的沉淀 再加上他有一定的市场规模 比如说 比如说 他已经在这个市场上面销售到了 覆盖到了哪些哪些这个市场 已经达到了多少多少的市场的销售总量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客户类型 他是一个whosey了 还是一个distributor 还是一个retail 说到retail了 大家我相信在群里面的 几乎每一个人都特别感兴趣 感兴趣在哪里 零售商意味着是终端零售 但是请千万注意 这段时间 我注意到不管是在阿里 还有在独立站 很多这个有些时候 你们也会碰到零售商 我们说的零售商 往往一般来讲是具有一定的规模 现在在阿里平台 在这个独立站里边 零售商相对规模比较小 可能二三十家的也有 在欧洲的一般来家的也有 但是我告诉你欧洲的 尤其比如像土耳其 像其他一些欧洲 像荷兰 这样的一些的欧洲的 这个小国家里边 几十家上百家的连锁店 其实规模不算大的 一点都不算大 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要注意看 他到底有多少的连锁店 好 客户类型要看一下 尤其是要看什么 看他的下游客户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和何总现在所服务的 一家公司 我们帮他们做自行项目 有一个业务员 在今年上半年 非常偶尔的 拿到了一个询盘 这个询盘来自于台湾 因为这个行业的敏感性 请允许我 不能把这个客人的名字告诉你 我只说Q 你们知道 就是Q这个公司就OK了 Q这个公司 经过背景调研 马上知道 他的下游客人 就是我前面4月28号 跟美老师 在连迈过程当中 说到的其中一个 大型的零售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哪怕Q这个公司来自于台湾 但是你通过 他的下游客人看到 他的背后 可是站在一个 我们说的大哥大 记得这个公司 站着一条 这个有着一条大鱼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背景调查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尽管台湾是一家贸易公司 但是他背后的客人 大得不得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第一时间给到我们那个业务员 做了一个特别的辅导 可以说 即使对他们整个团队做了辅导 我同时对这个公司的老板 对这个公司的业务员 包括对这个 对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经理 包括对这个业务员 三个层面 我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 被这个介绍和培训 告诉给他们 美国这家零售商的业务模式是怎么样 所以你跟台湾这家公司打架道 一定会牵涉到 你对美国这个零售商的一个理解 如果说你理解了 这个生意马上就会做起来 我告诉你 前天这家公司跟我做了一个士兵会议 从春节到现在 疫情啊 在疫情这么一个特别的阶段里面 你知道已经做了多少 短短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 一下子拿到了14万多一点的美金 14万多一点 所以 昨天我们又开了一次士兵会议 我跟这个业务员说到 这个业务员还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呃 呃 你们叫什么八零后九零后还叫什么 啊 零零后是吧 这个小姑娘还是一个零零后的 所以我跟她说 我说 我说这个小姑娘你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 你能拿到这么一个打客户 一下子我们说这个这个馅饼啊 从天上再下来 我问他 我说你现在已经有了14万多一点的美金 你计划全年可以做多少 他告诉我说 布老师 我计划全年做20万 我说 No 这个客人 你只要服务得好 你一定可以做到40万 他说 布老师 我真的能做到40万吗 我说 能做到40万 你请我喝咖啡好吗 他笑了 这就是我们说 做客户背景调研 了解客户类型 果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客户的下游客户 这个最最重要 好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也有个小伙伴 在 李银上面 在李银上面 找到了一家 美国的进口商 这个进口商的名字 也 这个 请允许我在这边也不能公开 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 我暂且说 这个进口商的名字 它的第一个字母是C 好 我就说C公司 我们做完了背景调研以后 15元一开始 总觉得说 好像这个公司一般般 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 我说No 你看一下 它的profile是什么 你看 这个公司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进一步一查以后 发现了什么 他们在深圳有自己的白银 office 我说对不对 我顾老师说中了 这个人一定是一条大鱼 你再往下查 帮我再查 好 跟深圳的这个白银 office的这个 做说信的人 一了解 不得了 这个C公司背后 全是我们能想得到的 美国的所有 几乎所有的大的零售商 太棒太棒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 这个不管美国的 欧洲的 台湾的 香港的 这些公司也许不重要 但是它背后的 这个客户 对我们来讲 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看到 它背后的那些的客户 那么我们就要对 目前跟你接触的 这个客户 要高看一眼 一定要重视 再重视 所以这是我要讲的 第二个层面 做背景调查的 第二个内容 就是从客户类型 看到他的下游客户 我说的下游客户 就是跟你接触的 这个客人的下游客人 第三 我们要看这个客人 他的品牌有什么 他的品牌有什么 很多欧美也好 我们有些新兴市场 包括南美洲 包括这个东南亚 包括甚至有洛斯 他们有自己的品牌的 他们的这些品牌 有自己的销路 也就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得要注意 如果他的产品 就他品牌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产品 正好跟我们的产品 相吻合的话 我们有理由看 这个客人就是我们的 优质客户 好 关于被调 就说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赶紧问我 不用打字了 打字比较麻烦 你就开这个开慢 直接跟我说 可能是陆总啊 你这个旁边可能有 跟别人在这个对话 是吧 陆总要注意关卖 好 我们来看看 有我们哪些小伙伴 对于刚才说背调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我建议说 我们一定要把一个问题 彻彻底底弄懂了 你觉得说 哎 顾老师讲的东西 确确实说我们说 是想要听的 或者你哪些地方 就觉得说还没有听懂 或者还有哪些遗漏的 你直接问我好了 我一定会耐心的 全面的来回答你 还有吗 如果没有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柔衣的第二个问题 问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我对客人的 我对客人的行业标杆客人 竞争对手 客人的客人都不知道怎么查 是的 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小伙伴 一定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说 说不定 Chris你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有前前两天 我们这个小区里边 有一个叫Grant 这个很帅气的一个小伙伴 来自于北京的 也有这样的问题 好 这个时候 我跟你这样说 你要了解 标杆客户干什么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你了解标杆客户 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 请大家记住 了解标杆客户 一定是为了两个目的 一 是为了你自己研发 因为你找标杆客户的产品 是为了方便你的研发 有方向 第二 要了解标杆客户 是为了你的销售 因为你默清楚了标杆客人的销售 所销售的产品 意味着说你的销售方向也就清晰了 是不是 是不是为了这两个目的 好 那如果说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在操作上面怎么做 我们不了解这个行业 不了解这个里边的 我们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水有多深 那么好 第一个办法 笨方法 但是即使是笨方法 很管用 你可以这样说 说得很婉转 很谦虚 你可以说honestly 就是谈随的说 I'm not familiar with your market 我还不熟悉你们的市场 Can you share with me your market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your competitor your benchmark 用问号 我再重复一遍 honestly 坦率 I'm not familiar with your market 我不熟悉你们的市场 Can you share with me your market information 你能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市场的有关信息吗 后面说 for example 这个比如说 your competitor your benchmark 好 问好 结束了 这句话说得很简单 这里边我顺便要说一下 写英文 能简单 则简单 你写不好的 不要用长长的句子 你不要用什么 一个重句套着另外一个重句 我求你不要这样写 我求你写得越简单越好 我不老是能够写 非常漂亮的英文 但是我的邮件 通常都是非常简单 一目了然 好 接着要说一句什么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 可能有顾忌 顾忌 有顾虑 担心 就说 顾老师 我们问客人这些问题 是不是客人会觉得说 我们问了客人的隐私 问了他们的商业机密 我告诉你说 no 你后面还加上一句话 加上什么话呢 妈妈我给他封键 I'd like to know this 我想要知道这些 in order to service you better 妈妈可以给我弄好吗 不是为了这个 我要妈妈弄好 看你的商业机密 而是为了要更好的 为你服务 去玩句话 如果说它是一个英国市场 你可以用SERV SERV 服务 如果说它是一个美国客人 用SERV SERV 也可以做动词的 你看 两个单词 同样都是服务 美国人 说SERV 英国人 你说SERV 也有讲究 你对着美国人说SERV 他不会说你 你单词用错了 但是美国人就喜欢用SERV 习惯而已 好 关于这个 第一个 说法 大家掌握了吗 掌握了 麻烦你们扣1 我看一下 非常好 谢谢大家的配合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第二 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柔义这个时候听得很起劲 一定想要知道第二个方法 对 用领音 用领音 领音上面可以按照 营业额来过滤 比如 刚才柔义说 你们是做什么的 开卖 我们是做按摩器的 按摩器 OK 好 你在领音上面就输入 按摩器这个行业里边的 最top的十大客人 排名前十名的客人 他会按照领音额来给你 给到你排名前十的客人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过滤一下 你拿到了这个排名以后 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文章 在前十名客人当中 标杆客人 分分钟是排名 一二三的 所以 这样子 你是不是得到了标杆客户了 那么柔义可能要问我 顾老师了 顾老师 我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 竞争对手 我告诉你 竞争对手 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边 你只要了解 先了解 我们有一个排序 先后有一个顺序 你首先了解标杆客户 我刚才说了 你了解标杆客户 意味着说 对你有直接的两大作用 一 帮助你研发 研发完了 帮助你推销 因为你按照标杆客人的这些的产品去推销 在市场上面做推广 就没错 所以标杆客人 如果是后面条件成熟 那是你第二步需要了解 好吗 先完成第一步 好 领域 第二 第二 小满 小满 小满上面有一个 何总 我们这个叫什么 小满当中有一个什么 栏目 古满营销 然后客户发掘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个栏目 对吗 它是一个功能模块 OK 对 模块 好 我告诉你们 小满 你这个看到他一个 模块里边有个叫做 小满营销 小满营销 记下来 小满营销下面有个 客户发掘 发开发的发掘 挖掘的掘 这里边 你也可以查到 客户的排名 由客户的排名 就知道 行业里边的老大 由行业的老大 也就知道标杆客户 小满 这是第二 第三 通过小满 还是刚才说的 小满营销 查到海关数据 这是小满里边的 又一个模块 通过小满营销 查海关数据 后面的方法一样 同样通过海关数据 查客户的排名 查行业老大 最后得到标杆客户 有一个说明 不管是领营 还是小满 还是什么 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做参考的 都是做参考的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的准确 因为他们有些的 比如说海关数据 说不定会有一个 滞后的一个动作 统计有个滞后的动作 所以可能会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再来告诉你 另外一个东西 特别简单 用百度 百度上面输入 刚才荣誉所说的 按摩器 输入 按摩器 美国市场排名前十大客户 百度上面查 更方便 更简单了 他就会直接跳出来 十大客人 而且十大客人都还有介绍 那么从这里边 你在这个过滤 就是你可以从十大客人 看到行业里边的老大 也看到标杆客户 而且在这里边 其实如果说 你再仔细研究的话 说不定也可以找到竞争对手 但是我刚才说了 竞争对手 还在第二位需要知道 你第一步 首先知道 刚才说的行业里边 得到哪些 这个相关的客户信息 就这样去找 大家 get到了吗 get到了吗 所以好用吗 好用 谢谢 我们有小伙伴 已经打了扣1了 对 get到的话 麻烦你们扣1 谢谢 太好用了 对 这个国内说太好用了 是很好用 所以说找到方法 找到工具 就可以了 诶 那他里也说到 还有种办法 可以找到竞争对手 来 我们连麦 这个 那他里 那他里麻烦你 告诉我们小伙伴 好吗 我们看看这个方法 是不是好用 那他里麻烦你开麦 好吗 那他里 听到吗 诶 那他里 能听到吗 等一下 你能听到吗 喂 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之前 可以有听说 就是 那个什么 里面上面 有说的 开发客户 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学到了 说用 sowing for 或是正白事 它下面就直接有 那个客户的 那个 客户的竞争对手 有公司名字 有公司名字 有公司名字在下面 然后可以自己 他的那个 竞争对手 OK OK 那麻烦 那他里 后面在群里边 呃 我这边解答完了 好的 谢谢 应该的 好 如果说没有别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 第四个问题 我看看现在几点钟 9点 8点 差不多8点50 好 我们还有40分钟时间 来 第四个问题 是我们的Sherry Sherry就是无单是吗 就是你 对吗 非常好 非常好 Sherry 谢谢你的配合 你给了大家很多方便 特别感谢 Sherry说到 如果说采购提出要佣金 如何处理比较恰当 同意给佣金 如何操作比较恰当 不同意给佣金 那如何拒绝比较恰当 为了拓展业务 是否可以主动提出 给客户佣金 你提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 sensitive的一个话题 但是呢 我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回答你 说实在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有 多个 小伙伴问我 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啊 可能还是要说一下 来 我发现我们这里边 有一些杂音 是不是我们的小伙伴 没有把这个麦关掉 你不讲话的时候 把麦要关掉 谢谢 好 关于这个问题啊 因为已经有多个人在问我 所以我选择在这种场合 跟大家说一下 本来这个话题我不想说的 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很多敏感的东西 甚至可以说 不合法的东西 我要这样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美国第二大的家居公司 家居零售商 是Lowe's 听说过吗 最大的是Home Depot 加德宝 第二大的是Lowe's Lowe's的Buying Office就在上海 上一次我在 跟美老师连麦的时候 也曾经提到过Lowe's 对了 非常好 那他也把这个Lowe's的名字 打出来了 在2011年左右 Lowe's在上海滩 闹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动静 什么原因 是因为有供应商爆料 甚至于投诉 Lowe's里边的员工 拿Undertable的东西 也就是吃佣金 2011年 这一年Lowe's发生了一个 震惊整个上海滩的动作 什么 差不多一半的员工 被fire掉 出名 这是一件震惊 整个全国采购行业的 一个大动作 所以 如果说真有客人 跟你提出 有这样的 不合理的请求的话 我觉得 我建议 不要理会 你可以举这个例子 告诉给他 某某先生 某某女士 我很想配合你 但是 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说 你敢拿吗 所以 也许你不好直接拒接他 但是 你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告诉给他 还有 你可以用第二种办法来打消他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要求 你就说我给你用金 如果我跟你们公司发生业务关系 哪一天我们公司在某一个环节上面出现问题 那我的老板一定会想说 你既然拿了我的佣金 你就要帮助我解决问题 但我们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是帮不了我的这个忙的 在那种情况下 这种状况出现了 你拿了我的佣金又帮不了我的忙了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会很尴尬 因为我们老板肯定要找你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告诉给你们 所以说总部的那个人拿了他的佣金 应该可以帮他解决质量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美国总部依然开出了一张罚弹 金额非常大 在那种情况下 台湾的供应商举起他手中的那面所谓的正义的旗帜 他觉得说你某某人你拿了我的佣金 你应该帮助我解决问题 但是你没有解决 对不起我投诉你 投诉你 这件事情震惊了美国 怎么说呢 美国的FBI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介入此案 闹的动静非常大 所以我刚才说 你可以跟像你所要佣金的那个人 举这个例子告诉给他说 如果我们公司也可能会存 因为你做订单的时候 做生意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问题的 假如那个时候你帮不了我的忙 而我们的老板又非常想要你帮忙 因为你拿了佣金了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很尴尬 你是不是会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我们说从这些反变的东西 你要去正确的引导他 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在这个市场上 现在反商业混落 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或者说我们这个市场越来越猛的情况下 我不建议我们的供应商 跟客人之间 发生这样的一些under table的事情 当然 你可以处理的巧妙一点 比如说 你这个客人到你们公司来了 请他吃个饭 送一个小礼品 比如说在疫情这个阶段 假如说这个客人是在上海的 跟他问候一下 这些personal的 比如说私人之间这种关系 也得要处理好 好吗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我只能跟你说到这里 因为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Sherry 你满意吗 好的我了解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学会引导 我不知道Sherry 你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是做LED lighting的 也是做lighting的 你是做民用的还是工业的 民用的 所以你现在卖给美国欧洲的哪些大客人 能告诉我吗 我有卖给欧洲的客户 我没有做美国市场 欧洲哪些客人方便说吗 零售商 太方便吧 好像这里面也有做这个行业的 对对对对 说得对 那个 那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说应该巧妙的处理 尤其是 比如说你说到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群里面也有做LED的 所以特别要小心 抑郁的处理好这种问题 好吗 所以我不建议给到客人什么样的这个什么佣金 这时候反商业贿赂 这件事情已经摆到意识日程上来了 很多公司都特别敏感 好吗 因为我也有遇到过客人有主动跟我提出的 有的 然后同时呢 我也有就是有听说 比如说某某供应商是给客户佣金的 然后就在想是不是有这种必要 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真正反商业贿赂 查到你们公司的话 说不定你们公司会被列入黑名单 应该 得不偿试 好的 好 来 好的 谢谢顾老师 应该的 不客气 好 啊 Natalie就是黄丹玉 你把他吃的东西的 你走不到吗 我 Natalie 你好Natalie 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Natalie 你好 你是在哪里 开麦 开麦 你的麦没有开 嗨 你好 听到吗 听到吗 听到 然后我现在在佛山 现在做的是建材 所以你这边说到了 做到一个建材 是吧 对 好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也代表了很多的中小型企业的 想要问的东西 他说 那他要问 布老师 我听了你的直播 还有这几天直播答疑 请你很多的小伙伴都是做品牌商 做代工 这些都是有经验的工厂 公司或者工厂 我的问题是 就是如果是小工厂 小公司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去做大公司的生意 第二 如果像我们这样提供不锈钢建材的 如何去匹配我们可以做的客户 两个问题都非常好 小公司 我相信在群里面肯定也有小公司的 对不对 只是不好意思问而已 那他也非常感谢 你能够直接回答 这个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非常好 我的回答是 小公司也能够拿下打客户 关键是 这有条件 你要摸透客户的痛点 我举个例子 等一下再玩 不要冲坏点 我们说美国 我最熟悉的那个TGMX 因为这个举例啊 其实适用于各个行业 适用于各个行业 不单单是我们说日用消费 不单单是家居 我们说TGMX像这样的零售商 它的痛点是什么 需要我们的供应商 源源不断的提供新东西 这个其实也是刚才 沐总第一个问题 所问到 这样的零售商 它的痛点就是 如果他拿不到 我们供应商所提供的 源源不断的那些新东西的话 他的零售店里面 可能会出现 断货 断什么货 断新货 所以 我当时在福州的很多的工厂 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规模小到什么 只有三四个人 四五个人 也有很多是女老板 他从我顾老师嘴里 听到了这句话以后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研发搞上去 就用刚才我给到录总的那个 那本ATMOSI 当时在福州市场 一抢而空 这本书 这本这个 这个设计画车 一再市场上面见面以后 一抢而空 到最后什么 我们很多的供应商 是拿着别的工 就已经买到这本杂志的 或者说这个画车的供应商 拿他们的东西到外面去 彩色附近 就紧张到那种程度 而且那些的小工厂的老板 小公司的老板 就是跟着我 源源不断的打样 打样打样 最后成功 最后成功了 一年也可以做到 八百万一千万美金 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告诉你说 你只要掌握住客人的痛感 小公司也能够拿下打客户 拿他脸 也就是说 你只要掌握住客人的痛感 或者说 掌握住客户的需求 第二个问题 你说是小公司小工厂 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那我要这样回答你 小公司可以 但是你背后 一定要有一定规模的工厂 来配合你 我除非 外贸小公司是可以的 但是你背后的工厂不能小 你背后的工厂要有一定的规模 所谓一定的规模 就是满足到客户的 订单需求 就单量需求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小公司 你背后也是一个小工厂 这个小工厂根本就满足不了客户的 单量的需求 小公司加小工厂 那么我只有这么一句话 只有上帝 才能帮得了你这个忙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我的意思就是 小公司小工厂那就对不起了 你想要拿大客户 或者说你想要拿下优质客户 这是难上加难 但是我主张的是 你小的贸易公司 四五个人 只要在市场上产品上 摸个门器 你只要敢于开发 你要有一定的设计能力 带着工厂走 这个时候拿下大客户 应该是不在话下 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小公司 做成一个大平台 我相信这是老板所追求的一个梦 陆总如果说还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 对你来讲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小公司要做成一个大平台 我觉得这是最棒 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好 你的地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做不锈钢建材的 你怎么能够摸到 跟你匹配的客户 只有一招 我用英语来跟你讲 要学会做Expose E-X-P-O-S-E 它的英文原意是曝光 暴露 怎么说 Expose customer to your company 或者是Expose customer to your product 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你要尽量多的 让客人了解你们公司 了解你们产品 举个例子 那他里你刚才说你们是在哪里 你是哪个城市 听不清 是不是在佛山 在佛山 OK 我不知道佛山有没有当地的交易会 行业的展会 如果佛山 如果佛山没有 我指的是这个出口的 如果佛山没有 看看深圳有没有 看看广州有没有 你要去关心 你当地的 就大一些城市所举行的 国际型的行业展会 你要在这个行业展会上面去曝光 让客人知道你 让客人知道你们的产品 那么好 你曝光以后 你暴露在市场上以后 你一定会收集到客人的名片 或者是其他的信息 所以回来 你的第二步动作是什么 就是你要拿customer 留给你的例子 线索 线索 做客户背调 客户分析 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背调和分析了 所以操作上有很多环节是相通的 叫一通百通 理解吧 做外贸要学到什么呢 举意反三 处类旁通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二步 就是你要梳理customer leads L-E-A-D-S 这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线索 客户线索 你做客户背调 客户分析 第三步 在梳理完这些的客户线索以后 你最后一个结果 你会呈现出来一大堆的客户 这个时候 你要做客户画像 换句话讲 这些客人 是不是就是你想要找的 我不要客户 到底是yes还是no 所以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你建立客户清单 也就是客户列表 这就是方法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步动作是expose 尽量多的在市场上面要出现 尽量多的让你的客人了解你 如果在阿里巴巴 如果说阿里巴巴的话 让你的运营不断地要推推推 如果说 你要去做主动营销的动作 要学会在零上面 每周 发个一天 发个一次两次 坚持下来 必有后报 坚持下来 必有后报 所以做expose的动作 绝对不能 这个我们说凭着一时的这种性质 凭着一时的这种冲动 而应该是个长久的 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 做了expose以后 接下来就是要梳理清 customer的例子 然后做客户背调分析 最后客户画像 最后到最后一步 你得到的是一个客户列表 那他也可能会说了 哎呀 布老师你说expose 我们现在发现 深圳也好 广州也好 没有那么多的行业展会 那么对不起 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 比如说 其他地方的北京有没有 天津有没有 上海有没有 你要去了解 所以我在这个行当 我刚刚开始进入的时候 我做的其中一个动作就是 因为我一直北市在上海 所以我到了年年初 我就从 当时还没有普通那个国际展览中心 当时都在虹桥 我就拿 我就看虹桥 世贸商城 全年的展会的信息 2月份有什么 3月份是什么 好 我在日历上面把它们记下来 mark下来 一到展会 因为当然 我是作为 我是作为这个客人 我是代表客人 代表美国的target 代表谁是谁 你知道那时候我也很苦啊 你们是缺客人 我是缺供应商 当年谁知道美国的target 你知道我这个嗓子是怎么 这个这个说哑的 就是一天到晚跟着我们的供应商 打架道 跟着我们的供应商说 美国的target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TGMX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美国的Sax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就这样白白的把自己南高音 说成今天的破罗嗓子 所以我要告诉你 客人也有空脑 空脑在哪里 他找不到供应商 你供应商有空脑 空脑在哪里 你找不到客户 所以你要学会 不要潜水 你要暴露 把自己暴露在市场上 好吗 暴露的越多越好 暴露的越广越好 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 国内的展会找不到客人 怎么办 去国外 但是你国外 你不一定参展 对 你可以去跑展 比如说我建议 你可以跑德国 跑英国 跑美国 不要随便跑 不要吓跑 把钱画在刀口上 好吗 好 OK 好 今天我们还有20分钟时间 来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 Devi 提出的 Devi在吗 Devi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好 在了是吧 Devi 方便能打开你的视频吗 我们 我好像没看到 我进来了 你好 Devi你好 你好 你好 东西在哪里 我们是在广州南沙的一家工厂 我们主要是做电器 就是空气电化器 我们是有设计研发 然后生产销售 也就是老师说的公贸一体 OK 非常好 非常好 Devi提出的问题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今天在我们直播之前 我专门还跟Devi提到 我说希望他能够再参加我们的 准时看我们的直播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尽量跟我互动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大家听一下 他说老师我想请教啊 有个北美的家电行业的大品牌商 请大家注意 关键词 北美 这是一个 第二大品牌商 所以一下子就信了 他说我跟进有一年多了 刚开始是跟他们的CEO联系的 哇不得了 Devi 那个你很这个这个幸运啊 你拿到了CEO的联络方式 然后CEO每次的邮件 都是会说和下面的人去讲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今年2月份下面的 sourcing specialist 这也是我在培训的时候 直播的时候谈到的一个岗位 采购专员 终于回复我了 换句话来讲 也许那个CEO把你们的信息 给到了那个sourcing specialist 但是几封邮件之后 就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了 CEO是说他们审查 就是我们说工厂这个 这个这个验厂啊 要求很严格 也会犹豫不决 摇摆不定 最近呢 我和CEO说 可不可以寄几台样品 给他们测试 他还是说 会和下面的人讲 之后也没有什么进展了 所以求老师自招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我相信 这个今天参加直播的 线上的小伙伴 一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会 这个跟客人 把持联系 但是始终 破不了这个冰 破不了这个局 好 我这边给到你几个参考 这个思路 要知道 北美的大品牌商选择 或者是增加供应商 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policy 和自己的一个节奏 有他的政策 有他的一个节奏 有下面几种情形出现 他们可能会选择新的供应商 或者是增加新的供应商 第一种情形 是现有的供应商出现严重问题 急需要新的供应商来填补 第二种情形 新的买手 这个道港 替代原来的买手 这个时候新的买手 想建立自己的新供应商对你 来替代原来的老供应商 第三种情形 这样的公司很有实力 他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新的采购公司 这时候他急需新的供应商 差不多在这三种情形底下 新的供应商 才会有机会打入到这些 我们说主流市场 主流客户的供应商队伍当中去 我强调的是主流市场 北美就是一个主流市场 比如说 这个 你说的大品牌商 就是我说的主流客户 所以 这里边有一个机缘巧合 作为我们供应商来讲 你哪怕跟他们的CEO联系 哪怕有到他下面的 说不定 你就是破不了这个病 打不开这个局面 因为 实际不对 没有出现 像刚才所说的三种的情形 所以 你总是打不进去 有什么办法破解 有 有办法破解 我给你知三招 我给你知三招 第一 我不知道你这样的这个客人 是通过哪个渠道得到的 是通过领音 是的 领音 OK 第一招 你在领音上面 你觉得他是能够看得到的 你可以在领音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直接发他的邮件 发什么东西 你不断地推出 是销的新产品 不断地推 或者在领音上面 你哪怕不直接跟他打招呼 他会看得到的 配新产品 要注意哦 我说的是新 一定要注意一个newness new 后面叫NESS 一定要体现newness 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因为我知道你是做家电行业的 那么好 材料是一种新 工艺是一种新 功能是一种新 表面处理是一种新 等等 当然 你的这个 因为你是做家电 还有种可能是涉及到这个 工业设计 也就是涉及到这个结构 等等 我再重复一遍 推出新东西 怎么体现新 材料 新 工艺设计新 功能新 结构新 等等 不断地推 这个不断 你可以掌握一下 你比如说每周 可以推个一次两次 或者每两周 推个几次 用这种方法来刺激他 来吸引他的眼球 第二 你用北美 同一个行业里边的 某个新潮流 新趋势 而正好这个新潮流 新趋势 你们公司也具备 也具有 用这种东西来刺激他 比如 现在在北美市场 特别流行一个新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 已经不新了 但是这段时间又起来了 什么东西 环保 Eco-friendly 或者还有什么呢 再生 再生料 recycle 上次我在4月28号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产品上面 是不是会体现这个 我们的是环保的 是Eco-friendly OK Good 那你要 突出你的Eco-friendly 怎么去突出它 你自己想办法在文字上 在图 这个标 我们说在这个产品的 这个图片上面 怎么样把它 这个清晰起来 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办法 第三个办法 你用北美这个市场 相同等级的客户 相同等级 比如说 我就告诉 我不知道 我谈的这个 家电 跟你们所说的家电 是不是不一样 我知道北美有一个 特别了不起的 家电行业里面的大品牌商 沃普 大家知道沃普吗 大家知道吗 我知道 对 沃普 我很高兴地告诉你 我曾经代表 我原来的老东家 我原来的老东家 是一家上市公司 在国内 在这个创业板上市的 我曾经带着 他们的销售队伍 建了来自于 他们沃普总部的 负责销售的副总裁 所以 我举这个例子 告诉你干什么 比如说 你这个客人不是沃普 你就用 类似于沃普或者Phillips 这样的这个北美同等 等级的客户 与你们之间的这个交易信息 来刺激它 假设你的客户是A公司 你就用沃普 跟你发生有关系了 有订单了 你用这些信息来刺激它 所以如果说你总是 我寄几台样品给你 他不在乎的 你要不断地要学会 用什么样的办法来 去刺激它 吸引它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一个例子 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谈恋爱谈谈谈谈 分开了 这个男生想继续追求 女朋友 那总有要招数啊 你总不能说 这个总是干巴巴的说 某某女生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恋爱吧 我们还是继续牵手吧 你觉得能打动这个女生吗 打不动 那总不要想一些办法 我在上海买了新房子了 当然这个我是随便说说 你就是一定要有新东西 来去刺激这个人 对吧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的 是我能想到的 而且是蛮管用的 记着试试看 好 差不多到现在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六个问题 其实我本来是准备了七个 但是我们有一位小伙伴今天 因为这个家里的 这个原因没有上线 所以呢 我专门为他准备的这个问题 就留到下一次回答 那么我们 或者是我还想问一下 我是 因为我跟CEO的关系是比较近的嘛 您觉得就是那个 sourcing specialist呢 反而关系就是说联系 因为CEO我可以在领域上经常联系到他 但是呢 他虽然会回应 但是他就是说 他不跟你谈那些具体的嘛 就是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方法 您觉得我是继续对接这个CEO呢 还是对接那个sourcing specialist 会好一点 very good very good question 我告诉你一招 非常简单 两个人 我们说的双管齐下 怎么双管齐下呢 我相信你肯定是用邮件 对不对 对邮件一般CEO 我有时候也会领一年纪 那个sourcing 什么叫做双管齐下 一 你不能怠慢了这个sourcing specialist 你怠慢了他 如果真正有业务了 他可能会给你穿小鞋 我讲这句话都很通俗啊 很直白 所以邮件一定是发给那个sourcing specialist 但是超送给CEO 那就OK了 而且我告诉你 你超送的CEO 那个sourcing specialist 因为他是从CEO那边拿到你的信息 所以他也不会怠慢了你 OK 是不是双管齐下 对吧 但是你不能给CEO 超送给sourcing specialist 这就不对了 好吗 好 OK 肯老师 肯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提问一下 陆总 那个tiger 我也有个问题 就是刚才这位女士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讲到CEO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另外一个老师的一个培训课上 他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去开发客户的时候 从CEO再下来的话 他认为反而不好 为什么呢 就是说有些时你去找了CEO 然后CEO帮你介绍给下面的某某人 结果下面某某人反而感觉就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冒犯呢 他反而会找出各种理由帮你打入冷宫 有这个说法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陆总我想要问你 你怎么会直接找到Hobby Lobby的Buyer 因为你找Hobby Lobby的Buyer Hobby Lobby的PM是不是对你有意见 因为你没办法 你只有他的联系 只有他的联系方式 你没有PM的联系方式 按道理说你应该先联系PM 然后再联系Buyer 然后用这个通过Buyer 再在这个这个链接到Buyer 那通过PM再链接到Buyer那边 所以刚才你的你的这个说法 其他老师说 这里边没有绝对的答案 对吧 没有绝对的答案 所以说任何事情 不能说的太实 不能说的太满 否则的话 不能自圆其说 你说对吗 对 因为你像 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David 他只认识CEO 或者说跟CEO的关系 他刚才说了还比较近 所以他联系CEO 没有什么不对 没有什么不同 对吧 因为他没有下面 他下面的那些人的信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个Lisa在吗 浙江的Lisa 今天跟我联系的 Lisa在吗 Lisa在吗 Lisa好像没看到 孙小姐 孙小姐 Lisa 今天在宁波 听梅老师的课的 Lisa在吗 Lisa有 Lisa晚是不是 Lisa晚好像有一个 姓孙 孙小姐 好 我们 这个我就说了 比如说 我今天跟Lisa说到了 我认识美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百货公司的 专门负责 Global strategic sourcing 就是全球战略采购副总裁 他就是中国人 南京人 我跟他关系很熟 如果说我要打进美国这个零层上 是不是我直接就要联系他 我没有别的联系 我只有他的 所以也未尝不可 通过他来帮我介绍他下面的负责采购的 这个人员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 好吗 这要看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 OK 好 线上还有哪些小伙伴 我们还有差不多六分钟左右的时间 当然我们也不经历六分钟 如果说大家真的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 只要你们喜欢听 我这边没问题 顾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我上次问你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第一个问题 但是后面讲到了 我说那个Ross的买手 Ross的买手不是去了柏林顿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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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柏林顿的买手 他要给我介绍 因为他现在不负责 我对应的这个art 然后他介绍了一个 Marchantile Manager 但是这个Marchantile Manager 就是我发了好几份语言 他一直不理我 我刚才其实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他不理你 只有他不理你的道理 因为你的东西现在缺 他们想要的 我刚才说了 你的问题的真结是在于 你从义乌的这个角度 你从浙江的角度 你提供的画 你的画风不对 风格不对 你提供的都是太多的义务的这种 similarity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哪怕认识十个买手都不管用 我说了 大公司的人 是 是 这个商品今天 他根本就还不知道我 我没给他发东西 我还没给他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说了 你讲这些东西 我都理解 你首先要从自身讨原因 你的原因最大最大的问题 在于你提供的东西 没有什么太新的东西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newness 我已经给你的 就是new 怎么样体现你 我还是建议你 看Tuesday morning 看artimotion 看PA1 看看这个BBB 甚至于你看 可以看宝贝 知道这个宝贝吗 B-O-M-B-A-Y 宝贝这样的东西 你要多找一些新的东西来刺激 Ross B-O-M-B-A-Y B-O-M-B-O-M-B-A-Y 宝贝 好吧 我觉得的话 你认识再多的人都没有 OK 来 我们把机会留给别的一些的小伙伴 好吗 OK 好的 直接跟我讲 不要打蚊子 因为我这边看蚊子 这个 那么很方便 顾老师 顾老师 可以听到吗 听到 听到 我问了 我刚才查了一下 那个artimotion 我看到有好多版 然后有 有1998年的 还有那个2022年的 那么那个 都因为都是要预定的 没有现货的 那么我想 您有没有建议 是 是买最新的吗 还是过去有很多有经典的 也可以买 一定是买最新的 是买最新的 对 但是 大部分是98年的 但是它构书的渠道 坦率讲 这个我不知道 好吗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已经查好了 我只是想知道是 买最新的 或者 可能有的杂志 它是有 有那种经典版的 我想 所以要咨询一下 那就是买最新的 对 谢谢 还有吗 小伙伴 顾老师 可以听到大妈 顾老师 哪位 Sofia Sofia你好 你好 顾老师 问一下 就是我们有 最近有碰到一个客人 是 我们 我们最近有 你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河北的 河北石家庄的 福州 福州 福州的 OK 来 请说 是这样子 我们最近有碰到一个 荷兰的客户 然后呢 他是有121年历史的 但是呢 今年2月份的时候 他们申请破产了 然后呢 现在跟我们重新联系 他说他有 重新开过一个公司 但是跟他的名字 非常相似 然后我们问过 中信宝 中信宝叔说 如果去用他 这个 这个新的名字 跟他很接近的名字 可能会有关联 这样子的话 他中信宝可能就不会再批 而度出来 这样子 他但是他又想跟我们 做这样子 会有什么意见吗 这样子 我遇到过 我遇到过市场上有破产的公司 但重新活过来了 我举个例子 就在上海 有一家也是纺织品行业里面的大公司 这家公司在几年前在上海 一年的采购量就达到五六个亿美金 很不错了 但是他们公司破产了 破产了以后 就像我刚才前面说到过的 有些的大公司尽管破产了 但是他这个品牌还在 品牌的价值还在 所以当地的某些的金融机构 或者说基金 或者说什么 一定想办法去救他的 那么后续的问题出在哪里 跟这样的申请破产的公司打交道 你得留一个心眼 其实还不仅仅是中性保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前端 什么问题 他的账期会很糟糕 所以你哪怕有中性保 你觉得说中性保 能够解决 他的很糟糕的账期 所带给你的 不管是资金压力 还是资金成本吧 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 我就拿我刚才说的 前面在上海的这家公司 前面做的辉煌的时候 一年五六位以美金 我认识他们的总经理 我认识他们现在的 这个过去的总经理 现在的总经理 现在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们的问题 胀期表面上跟供应商说的是90天 其实半年 你能接受得了吗 这些连中性保都不可能帮你圆满的解决 所以也不要光依赖中性保 对这些破产的公司 你要重新跟他做业务 你得要跟你们的老板 或者说公司里边的决策层 好好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绝对不是我们业务员业务经理 业务这个主管所能解决的 这些的问题 应该拿到公司的决策层层面上面去讨论 这是我顾老师给到你的一个警示 Alert Alert 因为我们以前有做OA的产品的话 都是先去查过中心保 愿意保比如说三个月或者两个月 他愿意给账期还有愿意他给多少的额度出来以后 我们按照他的额度以内再跟他做生意的 但是这一次的话 他重新重组了一次 原来原公司还是属于破产状态 第二个公司跟他的名字非常相似 然后我们让中心保去查的时候 目前是没有资质的 就等于是查不到的 因为是新公司 然后如果是我们想跟他做的话 他中心保的建议是说 有所有东西有光连的公司 他们应该是批不出额度的 是这个意思 对 中心保说批不出这个额度 这是一回事 我刚才给你举的这个例子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说 你客人给到你的账期也好 这个某一个账期 但实际上他真正在实操上面 可能比他给到你的账期 或者财务 还要糟糕 还要差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跟这些 就是是不是要选择跟已经破产了的公司打交道 首先要考虑这一步 你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 你要选择这样的客人 要胜之又胜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至于你刚才说到 是不是要用中心保 也许是第二步 我现在要给到你的警示 是第一步 你就得要小心了 要不要跟他继续合作 都得要小心 尤其是你刚才说的 欧洲的一家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 其实我告诉你 历史越久出现的问题 可能会越大 所以你得要特别小心 而且这个小心 我讲的是一个风险语言 风险语言 源头的源 你考虑的是 你考虑的是时操 后面这一步 我现在想把你的这个 做生意的意识 选择客户的意识 要前置 我希望是要考虑到前面去 而不要考虑到后面 因为你考虑到后面 到时候真正出现了问题 好了 木已成舟了 这就是我给到你的一个 thinking 或者选择客户的一种方式 一定要学会 怎么样去protect yourself 保护自己 这是number one的一个 是的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它原来的渠道 我觉得渠道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有一些方法的话 能够查得到它的 distributor 或者说是它的 lutailer这样子 的话 我们会不会可以接受 他们的原来 原新的这些业务 我还是这句话 就是你们公司 就是这种客人 不会一下子倒掉 但是它的财务状况 是非常糟糕的 比他们告诉你的 这种涨期 可能还要来得少 还要来得糟糕 所以说 首先你要跟公司 讨论一下 如果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因为我们必须要预防 就像你可以说 这是顾老师说的 那我们对这样的一种 更糟糕的情况出现 我们公司能接受 所以首先跟公司 先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说OK了 那你可以考虑 刚才所说的 跟这些的 比如说进口商 或者什么的 还是可以把这个生意 接上去 所以我是说 先解决第一步 这是我们的思路 Sophie 好吗 如果说第一步 公司觉得说没问题 Sophie 我们公司老板 决策层 给你放绿灯了 好 如果你拿到这个 上方保健 那么你考虑第二步 就没有问题了 懂我的意思了吗 好的 谢谢 这是思路 Sophie 能冒昧的问一下 你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 经理 所以我给到你的 第一个建议 就是把这个case 跟老板去谈 拿到他的同意以后 才去考虑 什么中心保啊 什么跟他的这个原有的一些的 这个中间商案什么 去接洽 也就是说你才去考虑第二步 好的谢谢 但是我给到你一个说法 像这样的已经破产的公司 如果说由机构来接这个盘子 从理论上来讲 没有问题 只是在实操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比较糟糕的问题 但是一般来讲 他不会这个缺利钱 换句话来讲 这一般来讲 他不会赖炸 但是至今追讨 也许是一个问题 好吧 好的 谢谢 我有一种 我有一个case 可以跟你讲的 我不举名 因为这个公司 也是我原来的一个老董家 这个老董家 我们当时的账期是60点 我们当时的账期是60点 到最后 应该说这个公司 在他们这个市场上面 以充裕的现金流而著称到 就大家都知道 这个公司有钱的 不差钱 账期是60天 到最后变成什么 120天 120天 我当时担任他们 亚太区的总经理 最后没办法 我就悄悄地跟这个供应商说 我说我给你直接招 你直接到我们公司的总部去 要钱 要到 但是麻烦了 这个过程太麻烦了 好吗 所以我们要防止 这种的 比较差劲的这个情况出现 因此 哪怕我 现在依然是一个买手 我永远充当这个局势 我毕竟是个中国人 所以我得要学会 保护我们中国的供应商的权益 这是一个良心活 那么当然 我现在离开了这个档位 我一定要把这个 真心话要告诉你 好的 谢谢老师 OK 理解了 好 来 还有吗 我们有点超时了 这样子吧 最后还给两个机会 好吗 问题尽量简短一点 我看一下 是不是有底线的 我们有两个底线 还算好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空场 还算是好的 好 最后两个机会 顾老师 最后一个吧 因为现在时间又点晚了 OK 好呀 最后一个 来 没有是吧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种形式 希望大家在今天的直播的基础上 在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候 也许大家更多的准备一些问题 在我们讲完一个问题以后 如果有类似的 你就可以 好 好吗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周三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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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不客气 好 谢谢你们 好 那我下线了 OK 拜拜 啊 拜拜 说 ashi